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聊聊国际拼联中国大满贯赛男子赛场的情况 您说这乒乓球赛场啊,就像一个充满变数的战场 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这不,这次比赛男子赛场那叫一个竞争激烈 名将纷纷暴冷出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说巴黎奥运会男单继军小乐布伦吧 他可是有着相当高的水平和实力的 但是在这次比赛中啊,他却遭遇了咱们中国的小将相鹏 结果一比三就被暴冷淘汰了 这比赛过程那是相当的精彩又揪心 相鹏这小伙子在比赛中就像一头出生牛犊 多次取得领先优势 可是小乐布伦也不是吃素的呀 他每次都能顽强地把比分追平 这一来一往的就像两个武林高手过招 每一招每一世都充满了悬念 不过最后相鹏还是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斗志和出色的技术 成功地拿下了比赛 您想啊,小乐布伦被淘汰了 这对咱们国拼男队的马龙、林诗栋等选手来说 可真是个好消息 马龙作为国拼的老将 经验丰富,技术精湛 林诗栋也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潜力无限 小乐布伦的出局就像是在他们夺冠的道路上 搬走了一块大石头 咱们的刘国良指导啊 估计也会为此开心不已 国拼一直以来都在世界拼谈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次小乐布伦的暴冷出局 无疑让中国男拼黎冠军又更近了一步 再看看另一位名将 奥运会亚军莫雷加德 他成功进入了八强 不过啊,他即将面临的 可是被国拼选手围剿的局面 国拼男队的实力那可是不容小觑的 众多优秀选手就像一群欺恶的猎豹 正盯着莫雷加德这块肥肉呢 对于国拼男队来说 虽然小乐布伦的出局是个好机会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每一场比赛都需要全力以赴 毕竟其他选手也都有着很强的实力 而对于其他国家的选手来说 他们也在不断地研究国拼的打法 试图寻找突破的机会 这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各方都在斗智斗勇 在我看来 这样的比赛结果是乒乓球运动魅力的体现 乒乓球作为咱们的国球 一直以来都承载着国人的骄傲和期望 无论是老将还是小将 他们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都值得我们称赞 国拼男队的选手们 更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 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向着冠军发起冲击 同时其他国家的选手也会因为这样的竞争而不断进步 这对整个乒乓球运动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选手们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瞬间 让我们共同期待男单冠军的诞生吧